为了能按时完成这个作品 女孩每天从早上九点 做到晚上九点 忙了两个月 才把这个作品完成 此外 温秋文开设了一家 闪光剧场的淘宝店 女孩说开店的初衷 是用于产品展示 让更多懂艺术的人 看到自己的工作室 能做出哪些类型的产品 她的淘宝店 这些梦幻纸雕景观 美轮美奂 燕子 飞蛾 火炼鸟 大雄都是主角 他们在内在灯光的映尘下 显得瑰丽璀 很多人看后都惊叹不已 她工作室里展示的作品 琳琅满目 圆溜溜的草莓鼻 蛋黄流粗形的毛须 这个古灵精怪的姑娘 在这里尽可能地释放 自己的热情和创意 所有人都赞叹 温秋文作品的经验 但是 她为了展览的顺利展出 熬夜剪纸 贴纸的艰辛 却显为人知 尤其是每年闷热的夏季 大家都贪恋一场 大雨之后的清凉 但对于温秋文来说 下雨就是场灾难 纸布防水容易潮 在雨中跑着转移纸雕 成了温秋文的常态 2018年9月14日至16日 淘宝造物节在杭州举办 接到主办方的邀请后 温秋文提前几天就赶来了 马云到飞夷文市参观时 走到诗王纸意花灯展位跟前 他一下就被一组作品吸引住了目光 目不转睛的 盯了半天都挪不开脚步 这些鱼灯看起来很独特呀 太漂亮了 与传统大红大紫的鱼灯不同 温秋文的鱼灯选用粉色色调 清晰梦幻 美轮美奂 在这片静谧剔透的世界里 不经意间又有几分神秘和轻柔 他的花灯作品看似普通 在光影的配合之下 便焕发出活力和动感 置身之中的代入感 让人拍案叫绝 见马云如痴如醉 旁边的工作人员忙提醒说 这些可不是普通的鱼灯啊 都是纸雕作品 马云不禁感叹道 谁说中国制造没有希望 只是因为创意不够 谁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努力 他们的作品让人看到未来的希望 有趣的是 令马云嘖嘖称奇的这盏 名为少女男尸寺的传统狮子纸灯 长达2.6米 宽1.6米 高2.4米 从别出新材的小门进入狮身里 里面是一座花园 光景别有洞天 它拥有着狮子的整个身形 延续着整个系列的少女清新 造型灵动 创意十足 温九文告诉马云 这只狮子需要两千张左右的纸片 纸片要根据位置的不同 简称不同的大小 各样的造型 粘贴 定型 听起来很简单的操作 一头狮子 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 好玩的是 少女男师在杭州淘宝造物节上 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最后 更被一位私人收藏家 以八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买去 收藏在美术馆里 2019年初 上海一家全国咖啡连锁企业老总 被温秋文的余灯魅力倾倒 决定和他合作 将自己新天地店里的灯具 全部用纸灯替代 他想 一定会比那些塑料 玻璃灯更高档 更有特色 两人聊了一上午 觉得非常投缘 温秋文很快就 签下了这个大单子 后来 那位老板告诉温秋文 余灯更换到新天地咖啡店以后 立即得到了顾客的认可 人气也迅速地飙升了 令艺术家们颇感惊奇的是 创作之前 温秋文一般都没有草图 他把自己想要表达的画面 在脑中呈现后才动手实施 当作品完成后 他也不会为作品做任何注视 他说 要为人们创造一个造梦空间 任由大家发挥无限的想象 当年做少女男时也是这样 他只会拿着纸 根据现场的感觉来做 我做的灯绝对不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 也正因为如此 温秋文的纸雕作品受到许多时尚界和收藏界人士的青睐 不少人买去后索性当艺术品收藏 2018年至今 温秋文还应邀参加了多档综艺节目 比如在经营体验类真人秀节目《亲爱的客栈》中 刘涛夫妇在美丽的内蒙古阿尔山经营客栈 当温秋文送来美丽的鱼灯后 竟然引起了王子文 毛不易等一众大咖 哇哇的惊叹 区别于传统的大梁鱼灯 温秋文对灯骨架进行了改良和再创作 在外皮上 用他擅长的纸做了完美的结合 目所能及的每一件作品外皮 都是他一片一片亲自贴上去的 了解了鱼灯的制作过程 刘涛更是对之赞不绝口 美得一发不可收拾 过去在网上看照片时 就觉得不可思议 亲眼看到时 更加震撼 很牛的创意 让传统变得更有活力了 温秋文说 在广州佛山地区 过去曾有很多手工制作鱼灯 风筝 这些传统旨意的做法 因为大都徘徊在民间实用上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 有很多老手艺人 渐渐地脱离了人们的视线 而真正能沉淀 坚持下来 呈现艺术之美的 却寥寥无几 令人颇感惋惜 温秋文的纸调作品 因为做工精细 品味独特 韵味超燃 生意非常红火 2019年春天 有很多人慕名前来 拜师学艺 有的还是特意 从日本 韩国等地赶来 希望能加盟合作 很普通的鱼灯 经他的创意设计 穿上了华丽泥裳 顿时成了备受人们 青睐的时尚艺术品 而且身价倍增 就连一些老匠人 都对温秋文 佩服的屋体投底 女孩却平静地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不同时代 应该有不同的变化和发展 传统记忆 不仅要传承 更要对艺术不断地创新 才能更好地延续他的生命力 一位网友感慨地说 努力的人运气总是不会太差 温秋文的作品 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就像大梁鱼灯 在黑夜里 也能尽情闪耀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 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 继续关注